52. 證券時報 金正大農商1號強勢上線開草波 P. 網家農業發展新模式 2015年7月27日 公司A.07如雨均7月16日 金正大002.470為改變 而來農商1號農資電商領航上線發布會 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農中召開 農商1號由財政部和農業部藉屬兩大基金 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和現代總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聯合中國東方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京梁欽牛運營股權投資基金 江蘇谷鋒農業投資基金 及中國福合為領導品牌金正大公司共同組建 一期投資20億 因為連H國家隊的參與 農商1號也被譽為中國農業電商的國家隊 發布會上農商1號還與京東、中化花肥、進煤集團、 東福集團、陸國化工等國內實力企業 以及美國彭沙集團、以色列瑞浴諾斯等 世界之名農資企業簽署協議成為戰略合作夥伴 7月20日 金正大公司與合作方 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東富和通、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伙企業 有限合伙、現代總業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江蘇谷鋒農業投資基金有限合伙、 北京京樑欽牛潤營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伙、 共同投資12億元人民幣 用於農商1號電子商務平台的運營 其中金正大出資4億元 佔股33.34% 為第一大股東 農資電商上儲南海金正大優勢明顯數據顯示 目前中國包括種子、肥料、農業機械等在內的農資市場 大約1.5萬億左右 其中肥料8千億左右 但由於中國目前的農資產品普遍採用多渠道銷售形式 從廠家到省級、市級代理再到縣級代理 再到零售商再到農戶 層層加價 例如1噸肥料到農民手中加價40%至50%是正常的 因此 農資電商的發展可使廣大農民直接受益 不僅必要、而且必切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普及 近年來 我國的電子商沒有得到飛速發展 幾乎已經滲透到國行各業 也形成了一批象牙類 經通這樣的電商巨頭 但在農資行業中 無論是生產企業還是流通企業目前對電商的理解和參與度都相對較低 電商巨頭也無法在農資電商領域形成影響 可以說農資電商在我國還處於相對空白期 目前還沒有一家有影響力的大型農資電商平台 實際上 農資電商落後於普通電商 亞類 經通這樣的電商巨頭也無法佔領農資電商市場 有其深刻的原因 專業人士認為和普通電商不一樣 農資電商有較高的門檻 一方面 農資電商對專業技術服務要求很高 隨著科學種田越來越普及 農業生產者購買種子、肥料等農資產品後 需要配套專業的技術指導 而一般電商平台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其次 在物流方面 尤其是農資中的肥料、農機等 運輸商對不便 不可能和由靜 快遞那樣運作 因此物流配送也是普通電商的短板 再次 農資電商的客戶很大一部分是年齡較大的農民 互聯網和智能終端在他們當中普及率並不高 網上支付意識較弱 也是阻礙電商巨頭進入農資電商領域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為中國複合肥領導品牌 金正大在發展農資電商方面有著天然的優勢 在技術服務方面 金正大在全國擁有500個農化服務隊 2015年有以施設5.8億元建設 包括一個總部農化服務中心或100個區域農化服務中心 建成集測土配方私肥、套餐肥配送、中肥同波、水肥一體化、 信息服務等為一體的農化服務網絡體系 配送網絡方面 目前擁有3000餘加1級經銷商 10萬餘加2級經銷商 與中國郵政等密切合作 建立了覆蓋面最廣 規模最大的全國性營銷和配送網絡體系 涵蓋全國25個省 建立健全員 鎮 村3級郵政3農服務站6萬多個 建立130多個中國郵政金大地專業鎮 村 是目前中國郵政最大的肥料合作企業 農商1號的第二大投資方 中國農業產業發展基金管理人 信達資本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李錫表示 在農村領域去做農資電商 一定要有線下起步的基礎 最核心的是要看線下的服務能力和配送能力 否則互聯網的優勢就體現得出來 我們也調查了許多公司 覺得金正大在這些方面有著天然優勢 另外金正大的管理團隊也非常務實 可信 因此 金正大就成了我們合作的首選 發起萬眾創業項目在農商1號引流做電商平台 流量是關鍵 利用金正大強大的品牌影響力和完善的培道網絡 農商1號在引入流量方面也有著獨特的優勢 第一 在廣大農村存在一大批認同金正大品牌 對金正大品牌忠誠度較高的消費者 農商1號完全可以通過各種方式 將這一部分消費者引入到線上 第二 農商1號還可利用戰略合作夥伴 包括中國郵政、京東等電商合作企業 的渠道引入流量 因為這些合作方本身在全國就有很多會員 可以把整個體系打通 為今後農商1號引流提高便利 更重要的是 針對互聯網在農民中普及率不高問題 金正大計劃通過招募創業者的方式在各村建立服務站 為農民提供諮詢服務、吸引會員 幫助農民解決在電商平台購物的技術等問題 農商1號已經拷淫鬧創業在家鄉的創業項目 該項目計劃招募一萬個專職創業者和 十萬劍職創業者 主要招募人群包括大學生、一些返鄉農民工、中植大戶等 通過建立一種有吸引力的長期回報機制 該吸引創業者在自己的家鄉建立農商1號村級服務站 利用他們在當地的人默引到村民成為農商1號的會員 使他們的鄉親能夠真正體會到農商1號所帶來的優質產品 服務和價格上的實惠 進而將廣大農業生產者發展成為農商1號的忠實會員和消費者 目標遠大農商1號做的不僅是農資農商1號目前上線商品 主要包括國內外各大品牌的化肥、種子、農藥和農機具 並組合了肥料套餐、種植套餐 為農民提供高效種植方案 雖然農資行業有萬億市場規模 但這並不足以滿足農商1號的會口 依據公司戰略 做農資電商指示第一步 未來的農商1號不僅僅是做農資 它環繞成為聯接農村和城市的商業扭大 一方面 除農資產品外 農村人口對物美價廉的白貨產品也需求巨大 在吸引足夠多的農村會員後 農商1號完全可以將農民所需要的物美價廉的白貨商品 放到電商平台 吸引農村人群購買 另一方面 城市居民對農村原生態的水果、蔬菜、家禽等 農木產品有著龐大的需求 農民可將自家的這些產品放到農商1號電商平台 吸引城市人群購買 從而為農商1號吸引大量的城市會員 在發展足夠的城市會員後 農商1號還將在電商平台上銷售種植花位 家庭園藝等需要的肥料等產品 並提供種植方案等技術指導和服務 這也將是一個龐大的市場 除此之外 在發展足夠會員的基礎上 農商1號還將大力發展農村金融 為種植大戶、村站、渠道合作夥伴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例如 種植大戶每年需要購買的農資較多 資金奪付比較大 因此它們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比較強烈 另外 金正大的一些渠道合作商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比較迫切 未來農商1號將可根據這些會員的特殊需求 制定具有針對性的金融解決方案 逐步將農村金融做強造大 如於軍事 我們可以為選擇 局限制的同事 以啊 為選擇 選擇 選擇